我们先用一幅好了 刚刚提过就是你如果要做 那我们就是有分阶段嘛 等一下我先做一次给各位看 你们再自己再看一下 1到4 会用4个 中间会需要用到 那个这个大瓜糊是正列 这个大瓜糊前面提过 它不是自己打大瓜糊 之前还真的有同学自己打大瓜糊 或者是同学直接把这个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不能执行 这个大瓜糊产生是 Ctrl Shift加Enter 执行正列 这个执行正列跟 VBA那个执行回圈概念蛮像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公式里面 跑一个回圈的话 那就是Ctrl Shift加Enter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大瓜糊在外面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那做法上 1我如果用逻辑判断 我用逻辑一幅嘛 那条件应该可以理解吧 如果它现在这一列的东西的 就是这个范围是他这个人 那这个有点像一个资料库的一笔记录啦 那通常前面的资料 假设我比的是班级A栏的资料 如果比A栏之后 要把BCDE里面的资料给带过来的话 那基本上比对 我们可以用逻辑来比好了 或者甚至这一题其实也可以改Vlook函数啦 Vlook函数前面这个就跟它比 但是Vlook函数的话是来源 但是你必须要一直让它往下 好 那如果我用逻辑的话 一 如果什么呢 这个位置 哪个位置 这个资料等于这个资料的话 那做什么呢 帮我把它的列号给带过来 那列号 其实我们现在只 因为你要把资料带过来的话 先得到列 再去加栏 配合index 就可以把资料抓过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可以什么 如果它是这个数 不过等一下会向右填满 因为我有姓名 语文 数学 地理 所以呢 把H2 两个都锁 其实好像 应该锁前面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等一下会向右 也会向下 所以两个都锁 好 那后 这边的话呢 记得锁什么 锁A栏 因为只有A栏不会动 但是B C D 对 我会往右嘛 往右的话呢 那基本上 还是一定要 一定要指上A栏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锁A 如果为触的时候呢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什么东西 抓回来呢 把它现在在地起列 当然你可以 所以 第几列 如果为True的话 两个相等 那我就把列 列的话呢 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嘛 所以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参照函数 用Raw 这个时候呢 Raw 因为我现在的位置 是在第几列呢 第五列 但是我要抓的是 但是我要抓的是 其实就第二的话 不过我往上面是第一 反正没关系 就是如果抓到二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把它剪掉的话 剪掉三 那剪掉三之后的话呢 它这边就二了 等一下向下 向下的话 它变成这个变第六嘛 所以减三就变成三 那往下 OK 那如果FORCE 如果两个不相等的话 那就输出一个N好了 OK 那N的话就是表示 它不是一般 OK 那可能是二般三般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向右 向下 给那你会发现 它马上帮你全部比完了 这个二列四 三四 第四不是 五也是 但是问题来了 那我现在 如果要用Index 再去抓资料的话 这个会抓不到 那会怪怪的 中间会有空白列 所以怎么办呢 我要让它重新排列 重新排列的话呢 这个时候当然 你不能用资料 资料排序 因为资料排序的话 它里面是公式 除非说你可能要再 把里面的值抓出来 再重新排序 所以如果说 我今天要让它 重新排序的话 OK 所以我看一下 云端上面 我第一步也把它放上去 是这个 但是我这边是减四 你把它改减三好了 不然的话 可能跟底下的逻辑 其实会有点误差 OK 然后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话 我要让它重新排序 把2357放前面 N放下面 这个地方的话 就需要用到一个 small 的那个函数 所以 1先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2的话呢 用插入函数里面 small它是在统计里面 往下找 small s开头 这个 那它一定会跟你要两个资料 一个是array 范围 因为你small意思说 在某个范围里面 k的话是第几小 所以给1的话是第1小 2的话是第2小 一是类推 好 按确定 那我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k的话呢 是第几小 那第几小的话 当然你等一下会向下 也会向右 所以k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roll roll的话呢 因为现在位置是5嘛 剪掉 4 为什么剪掉4呢 因为我要1 1的话是最 1是最小 第1小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向下的话 它会帮你抓第2小 再向下第3 有没有 这样会有个排序嘛 ok 但是如果n的话 它会帮你把它放在后面 因为 它会先排数字 再排英文 所以n的话通常会放在后面 可是问题来了 比对的范围 刚刚我们只有比一个a2 可是呢 我刚刚提过array的话 你一定要给它一个范围 你不能给它一个a2 a2它没办法 跟自己跟自己比 永远是最小的 所以请你注意 要改哪些地方 这个改成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跟h2比 那这个范围呢 请注意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这个范围 请你选完之后 一定要锁起来 这个第一个 ok 第二个的话呢 抓回来的资料 哪一列 那我刚刚是 用那个现在的位置 请你把这个改一下 把那个减3 这个叙述拿掉 我们不要用这边当成基准 我们在瓜糊里面呢 记得也是一样 这个范围 的哪一列 所以它回来的话呢 它会告诉我说 如果抓到的是这一列的话 那它就会回来是第二列 帮我放过来 那一样 把这个范围呢 做F4缩起来 所以特别说 我刚刚改了 1加small 2的话呢 是第几小 ok 所以回来的话是 本来是5啦 这个现在的第5 减1 那再来就是 把一副贴上 把原来是A2 变成一个范围 抓回来的资料呢 一样是一个范围 跟他讲 这个范围进来的话呢 他会在这个范围里面 把这个列号抓回来 ok 应该可以理解啦 不过是真的比较 复杂很多 最后呢 做完之后 请记得啊 因为它是一个范围 如果我要执行的话 记得啊 按确定之后 记得啊 不是打勾而已啊 Ctrl 他才会去帮你把 那个范围 全部比过 差这一步就差很多了 向右 向下 2还是在上面 放开 有没有 3 2 3 4 4 4 对 那后面N的话 因为他无法比较 所以这个number 数字 他这个范围的比对 他就会产生这个紧number的错误 不过这个没关系 到时候可以用什么 if L 去把它过滤掉 ok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请记得啊 第一个步骤 先试试看 先if 判断 再用small 去做什么 范围的比对 哇 有点难度啊 那最后记得那个 这边有个阵列啊 好 试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但是这个还没有结束啦 因为还没真的把资料抓过来 最后还没有把那个 抽给过滤掉 那这 这个地方比较难的应该就是在small的这个范围 怎么样修改啊 如果说你那个细节有问题 可以参考一下云 我们云端上面的那个 那个那个公式试试看 那当然这边后面可以用index抓资料 当然也可以用index抓资料 待会我会先讲index 如果你做的比较快的话 比如说误性比较高的 可以试试看用index 不过这个 细节啦 而且最好就是不用不要10倍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